记者刘晓星彰化报道,为偏乡学生通勤单车点个光明灯彰化线热谢律师陈正吉号召善心人士一起捐赠闪光LED灯给4300位彰化学子,让上下学都有光明灯陪伴照亮平安的通勤录。 陈正吉表示,他念国中时就驻二零万星一带,天天骑着脚踏车穿越田间小路到西湖国中上下学,他记得农村小径都没有路灯,冬天的天色很快就暗了,常常都是摸黑骑单车回家,还有时还会被狗追。 因此,当他成为律师,晚上开车在路上,常常看到学生晚上骑着单车要回家,因为单车没有灯光,他觉得应该要帮学生单车装个灯,可以提醒在单车后方的开车族。 他的想法获得一群在各行各业善心朋友认同支持,纷纷慷慨慨解囊,连卖闪灯的公司也愿意以优惠架来一起来做爱心,为全线偏乡4300位学生的通勤单车装上光明灯。 只要减少一个事故的发生,就值得了。 陈振吉说,他当律师以来,常常处理车祸纠纷,每一个车祸都可能是好几个家庭永久的伤痛与遗憾。 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小,但希望能够帮其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点亮平安的通勤路,也能让通勤学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万卿国小校长杨振峰表示,全校约有15%的学生自行骑单车上下学,以往学校都有帮忙贴反光贴纸,但,这是被动提醒后方的用路人,装上闪光LED灯,只要把开关打开,就可以达到主动警示效果。 尤其是天象产业道路的路灯不足,放学时间往往路灯都没有亮了起来,学生都很开心有闪光LED灯陪伴通勤。